我是小天,欢迎回来 今天的视频想和大家聊聊iPad Air 5的电池 为什么想聊这个电池呢 是因为今天我在照例浏览那些新闻和消息的时候 看见这么一条 说的是iFixit拆解了iPad Air 5 然后发现这次苹果对于Air 5的电池做出了一点改变 具体的改变是什么呢 就是在那个电池上有一个小小的可以拉的这么一个拉口 去年的iPad mini也用了这个拉口 在iFixit的视频里可以看到这个拉口被拉的效果 这就跟以前iPad Air的电池有不同了 以前是怎么设置这个电池的呢 其实苹果是通过胶水把这个电池固定在了 iPad边框的内部的两个上下边框上 那你可能会想问这一次苹果改了这个设置有什么变化呢 那其实最大的变化就是对于喜欢动手拆解的 也就是说屏幕前的你如果喜欢自己动手 给iPad换个电池啊 特别是遇到电池出了故障或者是坏了之后 然后又过保了不想去花这个钱到苹果的店里面修的话 那恭喜你这个改变对你来说就是减少了更换电池的难度 那对于一些第三方的电也是降低了这个更换电池的难度和成本 但是如果你还是比较习惯去苹果的直营店去换这个电池的话 那我们去苹果直营店 大家如果去过有经验肯定知道苹果的这些天才们 跟你确认的第一件事情就是 跟你确认的第一件事情就是 你的iPad有没有备份 因为尽管你只是想去换这个电池 但是其实他们是给你换一个整机的 虽然这个整机不一定是新机器 但一定是苹果官方验证过没问题的机器 它就直接换给你了 这听起来好像是一个不错的deal吧 因为你付了一个电池的钱 你拿到了一个新的机器 但是其实很麻烦的就是里面的资料都没了 所以天才们永远会跟你确认 你一定要把自己的备份做好 那既然这次苹果改了这个设置 让维修电池更换电池变得更简单了 是不是苹果就不会给你换整机了呢 那根据对于苹果这方面事物比较熟悉的消息来源 并不是这样 苹果还是保持了它一贯的风格 它还是会把整机给换了 所以说如果你去苹果修这个iPad的话 就去苹果这些直营店或者是官方授权店修的话 还是要做好备份 因为它还是会给你直接把整机换掉 那苹果这次这么做 一方面是降低了这个电池更换和维修的难度 另外一方面其实也有别的好处 这几年我相信大家在看苹果发布会的时候 经常能听到他们会提到一个词 sustainability就是可持续性 特别是这两年发布的一些新产品 苹果的发布会上他们会说 我们这个新产品是百分之百的可回收材料做的 或者说这个新产品本身就是通过已经回收的材料做的 那苹果在这个可持续性上一直都是花了很大的力气 那这一次苹果在这个电池上的改变 其实也提高了产品的可持续性 那我们从小就知道 电池一直都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东西 用完了废电池 你不能把它和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垃圾放在一起 因为填埋之后 电池里面的一些有害金属 重金属有害的物质会污染我们的这个土壤 那另外一方面呢 它又不能和别的比较常见的那些可回收的垃圾 比如说纸张啊塑料啊放在一起 所以就是一个很麻烦的东西 那苹果这次改变了设置之后呢 其实就相当于提高了它的可持续性 或者说可回收性吧 因为之前用胶水固定的时候 要把它拆下来很麻烦 需要通过一些特定的有机试剂 把这个胶水溶解了 然后再取下来 那这次通过这个设置呢 你只要把它一拉就可以把这个电池拆下来了 那拆下来之后 iPad的主板或者外壳 该回收该能用的这些旧金属都可以拿去回收 那这个电池呢 就可以送到一些特定的回收厂里面 做一些特殊的处理 就省掉了不少麻烦 那我自己作为一个包装工程师 我是一直都很佩服 很钦佩苹果在可持续性上做出的贡献 因为这件事情其实并不像听起来的那么简单 并不是说苹果它做到了 在自己产品用到了百分百可回收材料 这些事情就算完了 在实际操作中会有很多大家想不到的一些问题 特别是在一些小的市场 或者小的公司想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麻烦就更多 困难就更多 当然这个可持续性是一个更大的话题 如果大家有兴趣 我可以在以后多做几期 那我们还是先回到iPad Air电池上面 说到这个电池 它又让我想起了 其实电子设备走现在的这种一体成型的设计 这个流行其实也不过十年出头吧 因为我记得在201011的时候 那时候最流行的电子设备 手机的话应该还是诺基亚 诺基亚手机的电池最常见的 就是那种可拆卸性的电池 大家都说流行是个圈儿 所以我在想过几年 这种可拆卸的电池会不会又回来了呢 我倒不是说 大家现在用着手机的时候 还得额外背几块电池出门 而是说能不能把电池做的跟现在的SIM卡的一样 当然我知道现在SIM卡很多都是eSIM卡的了 都是没有实体了 但是如果能把电池做的跟SIM卡一样 就是说你要用它的时候把它装进去 这样也不影响它一体成型的外观 但是在你需要把它更换成一个新电池的时候 又很方便 不知道这种设计会不会实现呢 屏幕前的你有什么想法 也欢迎在留言里面和大家讨论 今天说到的这么多 就是想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新的iPad Air 5的电池 和以前有什么不同 那如果喜欢我的视频也记得点赞订阅 转发评论 多多支持 我是小天 一个普通的消费者上班组和科技爱好者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